这条男人被掉落的升降机砸中 几百吨的重量让他动弹不多 同事只能用手撑着帮他减轻点重量 就在遥远的刚刚 消防员接到救援任务 走到门口才发现原来是一家披萨店 还没来得及吃饭的消防员瞬间缠得直溜哈喇子 这时工人大喊的快点 说他的老板马上就要躺躺躺 消防员赶紧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 结果发现男人正被升降机卡在下面 根本就无法动摆 一旁的工人试图把他给弄出来 结果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一点作用 评论区输入闪闪发光的我就能触发这个特性 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哦 快去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工人告诉消防员 老板正在给他们示范如何卸面子 结果情况突然失控 老板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熊样子 消防员用撬棍挡住了升降机 接着就让队友赶紧去找电源开关 结果打开开关盒一看 里边的一排英文消防员一个都不认识 此时男人的血液流动缓慢而且缺氧严重 必须立刻马上把男人给救出来 所以消防员也不管三七二十八直接把所有的开关全关了 最后消防员拿来千斤的轻轻地用力一推 就把几百吨的升降机给抬了起 男人这才被成功地救了出来 估计有了这次教训之后 作为老板的他再也不敢亲身示范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女人大喊着救命 说她的女儿快要不行了 女儿的呼吸困难出现了麻痹症状 消防员跑过去一看 发现女孩瘫坐在地上 身上长满了红斑 害怕的母亲害怕极了 消防员赶紧替女孩检查起来 感觉她的症状像是过敏 但是母亲表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在这时 一旁的二货实习生表示 女孩也许只是不想去上学 所以才会躲在家里装病 无语的消防员无语急了 只好安排实习生给他拿肾上腺素 结果这家伙连东西也找不到 心急如焚的消防员只好自己拿了起来 在给女孩注射过肾上腺素之后 消防员立马询问他们最近是否出国旅游过 女人告诉他半个月前去了澳大利亚 消防员立刻想到了什么 赶紧用手撩开女孩无非的黄发 果然在女孩的头皮上发现了神秘物体 他告诉女人这是一种吸血寄生虫 几周前在不同的国家出现 寄生虫携带的病毒 会导致这些症状出现在年轻患者身上 消防员拿出前子轻轻的用力一件 就把寄生虫给薅了下来 接下来女孩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麻痹症状几小时内应该就会消失 老母亲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回到消防局之后 消防员立马让缺乏常识的二货实习生收拾收拾东西 然后友好的滚蛋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马路上发生简单的严重车祸 一条女人被困在车里 然而就在消防员准备救援的时候 男人拿出照相机对着现场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消防员发现之后 立马要求男人友好的滚开 然而男人表示自己有权在这里 这是新闻自由的时代 自己拿着照相机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看着男人欠揍的样子 消防员立刻就想冲上去满足他 队友立马劝他别冲动 为这样的人渣动手不值得 消防员这才忍气吞声地退了回去 眼看着消防员怎么不两自己 男人拿着照相机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消防员叫他让出空间给他们进行施救 但男人说这是公共街道 压根就不搭理消防员 消防员也不想跟他废话 开始全力救助被困的女人 就在男人全神贯注拍照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驶来 直接把他撞飞了八百一眼 消防员旁观一扫 发现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二话不说就飞奔了过去 就在男人要被碾压的时候 消防员赶紧把他拖到了一边 男人这才成功地保住了一条狗命 所以说做人千万别太嚣张 好在消防员没有跟他计较 否则男人肯定要躺完吧 一波666送给伟大的消防员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下 我们下期再见